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让我们今天早晨来到主的面前 让神的话语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活得不再一样 创世纪33章 1到11节 雅各举目观看 剑以扫来了 后头跟着400人 他就把孩子们分开交给丽雅 拉杰和两个使女 并且叫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在前头 丽雅和他的孩子在后头 拉杰和约瑟在近后头 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 一连七次俯伏在地 才就近他哥哥 以扫跑过来迎接他 将他抱住 又搂着他的景象 与他亲嘴 两个人就哭了 以扫举目看见妇人孩子 就说 这些和你同行的是谁呢 亚各说 这些孩子是神施恩给你的仆人的 于是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前来下拜 丽雅和他的孩子也前来下拜 随后约瑟和拉杰也前来下拜 以扫说 我所遇见的这些群畜是什么意思呢 亚各说 是要在我主面前蒙恩的 以扫说 兄弟啊 我的已经够了 你的人归你吧 亚各说 不然 我若在你眼前蒙恩 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礼物 因为我见了你的面 如同见了神的面 并且你容纳了我 求你收下 我带来给你的礼物 因为神恩待我 使我充足 亚各再三地求他 他才收下了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天来看创世纪33章1到11节 在第一节这里 雅各举目观看 见一嫂来了 后头跟着400人 他就把孩子们分开 交给丽雅拉杰和两个死女 在这里我们看见 雅各他的生命开始有改变 当一个人被神改变 他的生命就会不一样 当雅各在雅伯渡口 遇见了神 他有了新的生命 他的思维 他的态度 他的做法 都开始改变了 从一开始躲到队伍的后面 他开始改变 走到队伍的前面 走在家人和仆人的前面 他勇敢的面对 过去会令他恐惧 害怕的哥哥与嫂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是否在你的生命的当中 有你担心什么呢 你害怕什么呢 你忧虑什么呢 当我们来信靠耶稣 因着圣灵的同在 充满在我们的当中 引导我们 我们就开始有了不一样的改变 好像雅各 他从一开始的逃避以嫂 远离以嫂 到他愿意来靠近以嫂 从与以嫂 他争夺长子的一个名分 以及祝福 到他愿意尊荣他的哥哥以嫂 而且还一连七次的 虎虎在地 从这些我们就看见 雅各他从一个自私的人 变成自私软弱的人 变成一个勇敢 有承担力的人 若是有神与我们同在 神会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以前我们不敢面对的人事物 现在我们都可以面对了 过去我们所害怕的 会退缩的 现在我们就可以勇敢向前了 以嫂他也改变了 因为过去本来是 他很气弟弟雅各欺骗了他 骗了他长子的名分 以及父亲对长子的一个祝福 所以神亲自在以嫂的心里面来动工 打开了以嫂他的心结 让以嫂从怨恨弟弟雅各 生气雅各 到能够接纳雅各 包容更多的想念 这个多年不见的亲弟弟雅各 以至于两个大男人 他们见了面之后 又裸又抱又亲 哭在一起 过去的伤害 就在这个时刻得着了医治 破裂的关系 也得着了恢复 这就是神奇妙的一个工作 雅各向以嫂见证了这一切 他的妻子 妻妾儿女 仆人 使女 以及所有一切丰盛的产业 都是从神而来的恩典 你我既然都成为蒙恩的神的儿女 我们也可以向周遭的人 来见证神在我们身上 奇妙的作为 过一个见证主 为主而活的一个生命 不是吗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从神而来 带来的一个改变 可以带来医治 带来恢复 而神改变我 也使我们不再一样 自从年初 俄罗斯攻打乌克兰之后 改变了很多人的想法 一开始以为乌克兰 大概只能撑几天 就会沦陷 没想到 已经两百多天过去了 乌克兰不仅没有沦陷 反而在困境的当中 越挫越勇 原来以为 俄罗斯是一只大老虎 没有想到 俄军数量虽然多 装备虽然精良 却是不堪一击 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灵魂人物 就是乌克兰的总统 折连世纪 他从一个博人一笑的喜剧演员 变成了有勇敢 有担当 有见识 有领袖魅力 风幻的领袖人物 带领着乌克兰的全国上下 在极大的艰难的困境当中 缓败为胜 当雅各被神改变之后 他从一个拼命抓取 让别人的成为他的 这样子的一个人 改变成为一个愿意分享 甘心给予的一个慷慨的人 圣经上说 有给人的就必有给你的 而且神的法则是 你给了 他还要给的更多 各位弟兄姐妹 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回转 来归向神 我们不单顾自己的事情 而是我们甘心乐意 把我们的时间 金钱 我们的能力 我们的才华 我们的恩赐 能够给出去 用在神要我们去关心 要我们去得着的人身上 我们就是在过一个 不再一样的生活 当我们开始因着神改变之后 我们所呈现出来的生命 就仿佛是在地如在天一样 改变的生命 就是真实的美好的一个见证 当我们更多的尊荣别人 就像雅各尊荣以扫 哥哥以扫 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 我们带来更多的 一个属天的荣耀 我们所做的改变 既荣耀了主耶稣基督的名 主也一定会在我们 让我们在神的面前 来荣耀我们 为神所摆上的一切 这样子荣上加荣的生命 是主所喜悦的 各位弟兄姐妹 你有预备好改变自己 来荣耀主耶稣基督吗 来荣耀这位爱我们的阿爸父吗 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向主你来祈求 愿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愿意改变自己 让我们愿意 因着主而改变 让我们愿意被神来改变 因着圣灵的引导而改变 当我们改变的时候 我们就得着医治 当我们改变的时候 我们就得着恢复 也愿这样子一个医治和恢复 因着我们的一个分享 传递 能够临到更多人的身上 临到更多人的生命当中 我们如此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明祈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